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又來了 上次跟大家介紹了超人迪家 這次我們又是介紹什麼呢? 這次我們也是介紹 超人迪家 但這次呢 我們就是介紹 他 這個就是 江之繼承者 即是超人迪家 變身之前的樣子 大五隊員 即是長野博 馬上事不宜遲 因為這也是三廠出的玩具 那盒其實都沒有什麼看 我們直接開箱給大家看一看 一開了盒之後 就會看到兩批的東西 一開出來就已經看到 長野博本人 大五隊員 會有頭盔 另外會有兩個通訊器 有二、四、六 是六隻 六隻的手 另外有地台 腳架 兩個變身器 一個是石化的時候的變身器 有張照片 還有一些子彈 是給這把手槍使用的 我買的是一個普通版 我只有這裏的配件 他還有一個典藏版 典藏版 會多一個雷福槍 還有其他小小的配件 和大家先說 他呢 是一個一比六的尺寸 我會近距離給大家 看看這裏的東西 先讓大家看看 長野博大五的本體 前面就是這樣 側面 後面 大家都非常 很慣心 他的臉上到底是做成怎樣的呢 讓大家看看 那他 他的樣子其實都很像的 你看 就是這樣的 是啦 好 那繼而我們是 又是來試一試 可動先 那 試了頭先 那頭三八六 近一點看看 那頭三八六 沒有問題的啦 對了 向左咬 咬 咬到那麼多 向右呢 哦 開始穿煲了 因為頭脫了 可以的 那咬到少少的 不要 那麼盡 各位師兄 那 向前 可以呢 向前 少少的 向後呢 我向後不行了 這裏已經開始有些穿煲了 那 繼而呢 我們就看看 他的手先 平舉先 好 平舉看一看 那始終他穿了衣服 那這些位置會有些拉著 是的 那 都是可以 向前 向後的啦 那 向前 那麼多 對 向前 那麼多 看看向後 向後 向後 那麼多 那 我們看看手摺到多少 看一看手摺到多少 那隻手 差不多摺了下去 對 差不多摺了下去 摺到那麼多 對 那這些位置都是可以轉的 大家都看到 可以轉的 對 那之後呢 那條腰動不動到呢 那麼 of 對 那是 去了 向後 對 往後 我們要平踢 踢到多少呢? 平踢 八字馬 好,計算我們前踢 前踢 踢到這麼多 後踢呢? 後踢少一點,後踢這麼多 之後我們還是看這一部分,摺到多少呢? 好,我們先摺一下 摺到這麼多,可否左右咬呢? 可以左右咬的 我們看看腳 這個位置 向前 向後 按多 左右 可以咬到這麼多 咬到這邊給大家看看 可以咬到這麼多 它就不可以像SHF那樣 這些位置動不了 因為它真的做回一隻鞋 那可動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 剛才說完可動 讓大家看看細部位 它這件衣服 其實是可以脫的 你看到它這些 有些拉鏈位 是真的可以脫掉它這件衣服的 不過大家都不會脫掉它這件衣服的 這把手槍的子彈 那這兩個位置呢 其實它轉頭是會放回它的通訊器 那等一下會展示給大家看看 是磁石來的 是幾個人的 那旁邊都是剛才說的 就是窗袋 都是套回之後 會放進去的手槍 那它鞋的那些都很棒 因為它這些位置其實 它真的穿了鞋帶 另外鞋底 你看它都做得很好的 那些細部位我覺得是不差的 正 另外再展示其他東西給大家看一看 那先展示了這一個 這個就是剛才說過的通訊器 那它是這樣的 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就看到 我們第一隻看到的怪獸 那其實它都很棒的 它這些都做了分件 做了分析都很棒的 那它通訊器是給了兩個 這個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那也是一樣 它外面都是跟剛才那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打開呢 你會看到 是一個 第二個人來的 不是剛才那張照片來的 那其他那些 那些細緻位都是一樣的 那再展示其他東西 那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手型的 其中一個就是這些 拳頭手 那也是幾細緻的 就是它的手套這些凹凸 這些全部都做到足 那麼就有拿槍手 對了 拿槍手 都是這些拿變身器的手 最後一個就是造型手 擺姿勢的手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 大五經常會戴的頭盔 你看它連這條帶都做了 那是真是 正的 那一會兒都會換給大家看一下 對 你看整個頭盔是 嘩 好有型的 那再展示其他一些小小的配景給大家看 第一個呢 就是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呢 石化了的變身器 那有得這個變身器 那自然就當然會有這個變身器 它最正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是真是打得開的 是幾正的 它連這些紋路都做了 幾正的 你看這些 凹凸位這些 全部都是做完的 很正的 那之後呢 就會有它這個的手槍 對了 手槍就是這樣的 對了 手槍就是這樣的 那它這個位置是可以裝到子彈的 一會兒都會掃到子彈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 還有這個啦 和女主角的合照 它真的很細小 那後面就是剛才所說的子彈 一會兒都可以裝給大家看一下 那之後就會跟著一個 就是這些的 的架和地台 是讓你裝回去夾著大伍的 一會兒就再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剛才就說過 大伍的頭就可以換回 就是戴頭盔這個樣子 那放極都放不下去 究竟是怎樣放的呢 原來 是這樣的 大家 千萬千萬不要笑 它這個造型 都幾滑稽 就是要將它的頭髮這樣 拔了出來 它最好笑是什麼 它旁邊還要有兩條的水在這裡 那之後 當它這樣之後呢 它其實這裡是會有個磁石的 那你這樣一拔下去 你聽到聲音 那其實就已經是換到頭盔的樣子 那這樣就馬上形成了 不好意思 要大伍走一下鏡頭 這樣去蹲一下蹲下 給大家看真點 剛才呢 剛才呢就說了 這個是一個磁石 來的啦 也都提過這裡是可以 就是貼到下去 是怎樣呢 就這樣 它已經貼了下去了 是兩邊都可以這樣貼到下去的 那就可以 就這樣帶著在身 那至於窗呢 也是一樣啦 那其實直接 這裡這樣 這樣 塞下去 那就可以 裝到在那裡了 那你當然也可以 給大伍拿著 那看一下你喜歡它 插在窗袋裡 還是還是給大伍拿著 那把窗 我是大伍 那最後呢 就放多一點點姿勢 放多一點點照片 還有另外 放一句我自己 挺喜歡大伍講的 一句台詞給大家聽一下 上天賦予我的責任 就是保衛地球的人類 大伍講的這句對白呢 其實都是我挺喜歡的 一句對白來的 整體這隻大伍給我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都OK的 那它的配件亦都多啦 那當然都是看一下 大家對它有沒有愛啦 那今集呢 大致上 對大伍的介紹呢 就是這麼多啦 那麻煩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like啦 訂閱啦 分享啦 還有按下這個小鐘仔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